很多人到这边来团年货 哇下了好多的黄鱼 这个黄鱼45块 这个45块一斤啊 这种中条的黄鱼 看一下 就这个样子的 中条黄鱼里面基本上也要七八条了 也要七八条了 我们这边陆林市场 我们南货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到这里来逛的话 尽量早一点聊 晚上六点钟就可以过来了 你看很多个人也会拿着筒 拿着袋子来这边团货的 所以最近市场里人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最近的年位是越来越好了 这种就是沙满鱼了 沙满鱼一般都是二十多块一斤的 我很少看到这种沙满鱼有一斤以上的 最大的也就半斤左右 这种沙满鱼一般人家去做沙满鱼相吃的 这种就是瑶鱼 哇金黄黄的特别亮 哇你看地上密密麻麻白满了海鲜 这批就是那个海满鱼了 哦 条子比较小的 哦 海满鱼一般十一要十几块一斤 还有送牌送牌 四十五块一斤啊这种 这种 条子倒是真大 四十五块一斤啊这种 这批带鱼就好了 这批带鱼就好了 这是带鱼 大家囤货最多的应该也就是沙满鱼带鱼黄鱼了 我们东海的老三样是非常畅销的 现在好的货车也一般都被打成那种大礼包 所以好的货车价格也是暴涨 海满鱼哦这种 海满鱼一般分大小价格也差距很大的 海满鱼越大越贵哦 那你看人家在挑选哦 这批是比较大一点的了 都货色拿下来了 在挑选哦很大 二十六块一斤啊最大的 这个就是二十六块一斤 二十四块一斤 二十四块一斤 二十四块一斤真的 哇非常非常的多 走 走 最想到的那种小仓鱼 二百三十块一箱 哇这种待遇啊 中间这个待遇十六块一斤 哇这边这种待遇很畅销啊 应该价格便宜吧 小待遇价格很畅销啊 这个小贩拿了几箱啊 拿了五箱 五箱 拿了五箱 十六块一斤 这个就是黄三了哦 七块一斤 小黄三七块一斤 这个就是黄三了哦 七块一斤 九十五块一斤哦 九十五块一斤哦 今天油带是真多 这个九十五块一斤哦 不要去摸它了 单条有一斤半了 单条有一斤半了哦 这种 四子了哦 四子 九十五块一斤哦 这个多少呢 这个八十块一斤哦 单条一斤 一斤左右的 六十块一斤啊 这个八十块一斤哦 最近油带是 价格是上涨了很多 哦 这个就是炸弹鱼哦 你看 一般这种炸弹鱼 是被烟成烟鱼的 卖的 海鲁鱼哦 这种小小的野生海鲁鱼哦 我们一般这种海鲁鱼 吃的人很少 六十五块一斤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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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中条的黄鱼哦 六十五块一斤 六十五块一斤 今天晚上的海鲜是非常非常多的 天哪 全是 哇 这边围了好多人啊 去看一下热闹 卖锁子蟹的地方是吧 哦 他在挑选哦 我就喜欢凑热闹的 好多人围在一起 喂 喂 这个枪鞋 说这些怎么办啊 多少一斤 三十五块一斤哦 这种样子的 也有红高鞋哦 好坏 这些画在一起的哦 三十五块一斤啊 这种样子的 为了好多人 他们正在挑选 非常热闹的 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 哇 哇 密密麻麻的 全是海鲜啊 三十五块一斤啊 这种黄鱼 这种就是沙满鱼了 你看 沙满鱼一般是被被晒成那种 沙满鱼是比较好吃的哦 一斤下的小骨鱼 没事 二十三块一斤 二十三块一斤 给哦 大大大 沙满鱼一般大条的没有 都是比较小条的哦 二十三块一斤哦 这里就是要整箱批发拿货的 那个红色的鱼 我们这边叫红娘鱼哦 非常漂亮很喜庆的 但是拿这个货的人非常少的 有大有小放一起的哦 这种 天哪 哎 不行了 九十五块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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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糕是红糕蟹的 红糕是红烧蟹的哦 它的那个角度是红色的哦 好了不要看了 红糕蟹它挑出来的九十五块一斤哦 红糕蟹六块一斤哦 这种就是红糕蟹啊 红糕蟹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哦 现在是五块六块一斤 二十几块一斤哦 一般 最近红糕蟹是比较多的哦 价格也比较少 临近春节哦 很多人过来来这边来团年货 包括很多海鲜也都涨价了哦 卖海蛮鱼的地方这边围满了人 地上也是密密麻麻放了海蛮鱼哦 海蛮鱼最近应该是比较吃香的哦 这种是吊蛮 我们您不能喜欢晒那种海蛮香的呢 不知道怎么卖的 这个多少一斤啊 这个14块一斤哦 这种样子的 先弄看一下可以吧 14块一斤 大一点的话17块一斤 这一块是17块 海蛮鱼就大一点就贵 喜欢臭润了去 走到前面去看一下 这边就是马蛟鱼了哦 马蛟鱼的话烧雪菜是非常好吃的 地上白满了非常多的鱼哦 这个就是虎头鱼哦 又称十九公 放那种虎头鱼汤是非常鲜美的 这种就是那个铜盆鱼了 红红的非常喜庆的鱼 十九块一斤哦 十九块一斤哦 这种大款的十九块哦 这个太大了 十九块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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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点的 小一点的十二块一斤 好多 十几块一斤吧一般 这种就是沙满鱼了 沙满鱼有一个特别好扔的特征哦 就是它的中间有一条白色的线哦 这种沙满鱼的话 一般晒那种沙满虾是非常好吃的 它比那个海满鱼好吃很多 骨翅少 三十二块一斤哦 三十二块一斤哦 这种待遇 差不多六八两这样子的 一斤就要大一点 打包就要大一点 打包有一斤以上的才好一点哦 最近很多那种大 大款的海鲜啊 都用作那种礼包盒 包括这种竹鞋虾 黄鱼鱼鱼鱼啊 大条的都做成礼包了 这种是生态黄鱼哦 生态黄鱼哦 生态黄鱼的话 价格不知道翻了好几倍呢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哦 我们避免踩坑哦 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 哇 这边也是围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这里是卖黄鱼的地方 哇 天呐 白满了 一米慢慢叠满了黄鱼 不知道卖多少一箱呢 鲜度一般的哦 三百七十块以下这种 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 这边太多了 这种不太新鲜的黄鱼啊 拖网货三百块以下 两百块 对 不怎么新鲜的哦 两百八十块一箱 这种小 特别小的那个 玉鱼哦 鲜度倒还可以 小玉鱼哦 这个人家已经拿走了 不知道 这种应该拿走了 两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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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是小的哦 两百块一箱 三十多斤哦 两百块一箱 三十多斤哦 两百块一箱 我们去问问一下别的吧 大家这种货应该也不太会囤啊 一般都是小贩做生意才会拿的 我们大家推年货的话 一般都是团那种带鱼 苍鱼啊 缩子蟹这样 红高桌子蟹这样的东西哦 虾类 比较多的 十五块一斤哦 这种带鱼哦 这个带鱼鲜度不怎么好的 很薄的 目前最好吃的还是我们周三的雷达网带鱼哦 虽然它的外貌不好看 但是它味道确实是非常好吃的 还有我这边密密麻麻的地上摆满了海鲜哦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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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十二块一斤啊 这种带鱼 看这个是还不错的 十二块一斤这种 好像拿去三香的是十二块一斤 这种是十二块一斤 这种墨鱼不是原汁墨鱼 不这么好吃的 这里都是黄鱼 这里品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哦 最近涨价的黄鱼 这个三十二块一斤哦 看一下调整 拍出来是非常好看的 金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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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灿灿的哦 三十二块一斤 价格也是厉害的 那边大的大款的是八十块一斤哦 这个小款的是三十二块一斤 这个三十二块一斤其实也不是很大 三十二块一斤这种调制的 六七条这样子 七八条这样子的 这个八十块一斤哦 七十五一斤 八十六一斤呢 四十二十八一斤呢 八十一斤呢 八十一斤 一斤价格可以的 八十一斤呢 样式还是可以的 这人家拿去了吗 拍出来是好看的 黄鱼的话调子大一点价格就贵好多 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在拿货的 拿了一箱鲍鱼 这个人家拿货拿了25块钱还可以 拿了一箱鱼 拿了一箱鱼